西方第四列山系的第一座山,叫做阴山,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构树,但没有石头,这里的草以毛,番草居多,阴水从这座山发源,向西流入落水,往北五十里,有一座牢山,这里有茂盛的紫草,若水从这座山发源,然后向西流入落水,往西五十里,有一座坝谷山,而水从这里发源,然后向西流入落水,水中多出产紫色美食,绿色玉石, 往北一百七十里,有一座深山,山上有很多的构树和榨树,山下是茂密的丑树和江树,山的南面还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,驱水从这座山发源,然后向东流入黄河,往北二百里,有一座鸟山,山上到处是桑树,山下到处是构树,山的北面盛产铁,而山的南面盛产玉石,如水从这座山发源,然后向东流入黄河,再往北二十里, 有一座上深山,山上没有花草树木,但到处是大石头,山上是茂密的枕树和户树,野兽以白鹿居多,山里最多的禽鸟是当护鸟,外形像野鸡,却用燃毛当翅膀来奋起高飞,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不眨眼睛,汤水从这座山发源,向东流入黄河,再往北八十里,有一座珠刺山,珠刺水从这座山发源,然后向东流入黄河, 这座珠刺山,到处生长着树木却不生长花草,也没有禽鸟野兽齐居,但有许多蛇聚集在山中,在往北一百八十里,有一座好山,山里的树木大多是七树,棕树,而草以白枝草,萧草,青草居多,山中蕴藏着丰富的冷石,端水从这座山发源,然后向东流入黄河, 在往北二百二十里,有一座渔山,山的北面盛产铁,山的南面盛产铜,山中的野兽大多是白色的狼和白色的虎,禽鸟也大多是白色的野鸡和白色的翠鸟,生水从这座山发源,然后向东流入黄河,往西二百五十里,有一座白渔山,山上生长着很多的松树和柏树,山下是茂密的栗树和檀树,山中的野兽大多是牛,浅羊, 而禽鸟以猫头鹰之类的居多,落水发源于这座山的南面,然后向东流入渭水,加水发源于这座山的北面,向东流入深水,往西北三百里,有一座伸手山,没有花草树木,冬季夏季都有积雪,深水从这座山上发源,潜流到山下,水中有很多白色玉石,在往西五十五里,有一座金谷山,金水从这座山发源,向东南流入渭水,这里多出产, 白银和白玉,在往西一百二十里,有一座钢山,到处都是茂密的栖树,多出产浮渭,钢水从这座山发源,向北流入渭水,这里有很多神,外形是人的面孔,野兽的身子,长着一只脚,一只手,发出的声音,向人呻吟, 在往西二百里,便到了钢山的尾端,洛水就发源于此,然后向北流入黄河,这里有很多的蛮蛮兽,外形像普通的老鼠,却长着甲鱼的脑袋,发出的声音如同狗叫,在往西三百五十里,有一座鹰堤山,山上生长着茂密的奇树,山下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, 其鸟野兽都是白色的,墨水从这座山发源,然后向北流入羚羊泽,水里有很多染鱼鱼,长着鱼的身子,蛇的头和六只脚,眼睛长长的像马的耳朵,人如果吃了他的肉,睡觉就不做噩梦,也可以辟凶血之气,在往西三百里,有一座中区山,山的南面盛产玉石,山的北面盛产雄黄,白玉和金属矿物,山中有一种野兽,外形像普通的马, 却长着白身子和黑尾巴,一只脚,老虎的牙齿和爪子,发出的声音如同鸡鼓的响声,名叫薄,是能吃老虎和豹子的,饲养它可以披兵器,山中还有一种树木,形状像糖梨,但叶子是圆的并接红色的果实,果实像木瓜大小,名叫槐木,人如果吃了它就能增添气力,在往西二百六十里,有一座龟山,山上有一种野兽,外形像牛, 但全身长着刺猬毛,名叫穷奇,发出的声音如同狗叫,会吃人,蒙水从这座山发源,向南流入洋水,水中有很多黄背,还有一种裸鱼,长着鱼的身子,却有鸟的翅膀,发出的声音像鸳鸯鸟鸟鸣叫,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有水灾,在往西二百二十里,有一座鸟鼠铜学山,山上有很多白色的虎,洁白的玉, 为水从这座山发源,然后向东流入黄河,水中生长着许多骚鱼,形状像一般的瞻鱼,在哪个地方出没,那里就会有大战发生,烂水从苗鼠铜学山的西面发源,向西流入汗水,水中有很多,上如下鱼,皮鱼,外形像反转过来的吊,但长着鸟的脑袋,而鱼一样的齐和尾巴, 叫声就像敲击庆时发出的响声,能吐出猪玉的,西南三百六十里,有一座胭子山,山上有很多的丹树,叶子像构树叶,结出的果实像瓜大小,红色的花鳄却带着黑色的斑纹,人如果吃了它就可以治愈黄胆病,还可以屁火,山南面有很多乌龟,而山北阴面到处是玉石,少水从这座山发源,然后向西流入大海,水中有很多磨石, 山中有一种野兽,外形是马的身子,而鸟的翅膀,人的面孔而舌的尾巴,是很喜欢把人抱着举起的,名叫熟虎,山中还有一种禽鸟,外形像一般的猫头鹰,而长着人的面孔,胃一样的身子,却拖着一条狗尾巴,它发出的叫声就是自己的名字,在哪个地方出现那里就会有大旱灾,总计西方第四列山系,从阴山开始,直到阴姿山为止,一共十九座山。 途经三千六百八十里,祭祀珠山山神的典礼,都是用一只白色鸡献祭,四神的米用稻米,拿白茅草来做神的作习。 以上就是西方经历之山的记录,总共七十七座山,途径一万七千五百一十七里。